不過有時候大腦思緒一湧上來 就覺得哇 好煩躁喔 這個做不好 那個也做不好 長久下來真的會影響到很多層面 我更好奇的是 你想要幾個步驟 大家可以試看看 首先你要 就是 這個太難了啦 對 大家好 我是婷玉 我是丹妮 婷玉姐 新聞工作者的壓力這麼大 有沒有可能會有 我自己是只有睡不夠 沒有睡不著的問題 但的確很多記者 因為壓力大常會睡不著 但是只要找到方法 就可以一夜好眠喔 那我一定要好好跟婷玉姐 討教討教了 不然每次失眠的夜晚 都好困擾喔 還會影響到隔天的上班心情 有夠煩的 是啊 現代人失眠比例真的很高 要深深睡上一覺 的確不容易 除了身體跟心理導致失眠 3C產品也可能是失眠的元凶 Danny 你是不是都抱著手機 或是平板在睡覺啊 哇 完蛋 其實你這麼一說 好像有一點道理耶 有時候半夜醒來 滑一下手機 哇 精神就來了 根本就睡不著 看來我要好好借3C產品了 是啊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面對失眠的小撇步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 現代文明病失眠困擾吧 什麼是失眠呢 失眠是一種症狀 而不是一種疾病 只是一種疾病的象徵 當一個人反覆出現入睡 或是維持睡眠的困難 造成睡眠品質變差 或是睡眠的時間減少 這就是失眠囉 依照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來看 失眠的定義包括 入睡困難 躺上床後超過30分鐘無法入睡 入睡後容易醒來 且不容易再度入睡 清醒的時間超過30分鐘 過早清醒 無法再入睡的睡眠困擾 每週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 而且白天出現倦怠 逝睡 情緒煩躁 難以專心 或是身體不適等等症狀 進而影響學習或工作者 就應該盡速就醫找出問題所在 失眠症狀持續時間少於一個月者 為正發型失眠 失眠症狀維持在一個月以上 就成為持續性失眠 在一年內發作兩次以上 則稱為多次發作型失眠 那麼國人失眠的數據有多高呢? 根據健保署統計 2021年全台有441萬人使用安眠藥 相當於每5人就有一個人服用安眠藥 用量更是突破10億顆 擠進全球第10 還是亞洲國家的第一名 根據國民健康署 2019年公布的報告顯示 台灣約有23.5%的成年人失眠 失眠的女性高過於男性 而且年紀越大 失眠的問題就越常見 光是45歲到65歲的民眾 就有8成受到失眠問題干擾 不只成年人失眠 青少年也出現睡眠障礙的問題 根據青少年睡眠研究調查 宣台約有2.8%的青少年患有慢性失眠 有將近1成5的青少年 因為失眠問題影響到日常生活 導致上課無精打采 但晚上又睡不著 長時間睡眠不足 可能導致內分泌失調 影響了生長發育 還有學習狀況 造成失眠的原因 大概可以分成四類 分別是生理疾病導致 情緒或精神造成 生活作息影響 和物質藥物影響 但隨著科技的發達 近年也有實驗數據顯示 電子設備發出的藍光 也可能導致失眠 失眠最直接的影響 就是精神不好 進而衝擊患者的生活品質 也可能影響到人際互動 或是工作狀態 也是促成憂鬱症 酒精依賴 藥物濫用等等的一大主因 另外也會是高血壓 糖尿病等疾病的誘發因子 甚至影響大腦記憶 導致失智症提前來報到 如何解決失眠的問題呢 睡眠中心標榜利用科學監測的方式 找出失眠的問題 從生理和心理兩個層面著手 找出失眠的原因後 最重要的就是治療根本的問題 像是過敏鼻塞或是呼吸中止症 而導致的睡眠品質不佳 就可以透過手術來治療 但像是壓力型失眠 就比生理上的睡眠障礙 複雜了許多 這必須根據患者的需求進行治療 像是心理諮商 解決壓力來源 還有服用安眠藥來治療 不過安眠藥存在著安全性 及潛在風險 如果濫用 恐怕有害身體健康 例如自行增減劑量 或是分送給親友服用 都不是正確的用藥方式 為此 許多專家也推薦 不吃藥改善失眠症狀 像是透過複式呼吸的方式 來讓心神集中 秉除心理雜念 就可以進一步放鬆緊繃的神經 還有像是大量的運動 有助於多巴胺的釋放 改善煩惱和憂愁的症狀 在飲食的層面 則可以減少使用含咖啡因的食物 吃了健康 身體的負擔也會減少 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 也可以改善睡眠品質 像是固定的就寝時間 避免過長的午睡時間 睡前不滑手機 上網以及看電視 盡量在睡前安排輕鬆的活動 讓身心處在一個平靜的狀態 失眠不僅僅是身心理的問題 當資訊爆炸般的襲來 也是刺激我們腦神經運作的一大主因 當生活作息和環境已經改善 但失眠症狀依舊沒有好轉 那麼就應該立即尋求醫師的協助 避免失眠問題持續影響我們的生活 看完開箱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 而且我做的都是彩色的夢 對啊 而且我做夢的話 幾乎隔天都還是記得 我做哪些夢 明明就有睡覺 但是就好像沒有睡覺一樣 結果起床都好累 我覺得好困擾 其實有一些這個科學家 把這個做夢也定義為失眠 失眠的一種 那清雲姐妳呢 妳做夢嗎 妳記不記得妳的夢境 會啊 會啊 我會做夢 我偶爾也會記得夢境的內容 而且我會趁還記得的時候 我把筆記寫下來 有會寫 對 因為有時候 通過夢 妳會找到一些情緒困擾的蛛絲馬跡 好特別喔 人家都說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做夢其實有點像代償機制 就是平常你沒有辦法滿足 就會到夢裡去實現 那譬如說有時候我晚上想吃宵夜 我朋友就會說 你這樣吃會怕你趕快去睡覺 夢裡什麼都有 什麼都可以吃 但做夢的確像你說的很累 因為跟清醒的時候一樣 你所有心跟感官 在夢裡都是一樣活躍的 所以你根本沒有進入一個 深層的睡眠 所以你說這個做夢很累 就是這個原因 但如果只要有深層的睡眠的話 三小時就可以恢復你所有的 只要三小時 對 這是老天給的最好的禮物 非常的療癒 不過我們現代人受到的環境的刺激太大 資訊爆炸 3C上移 都讓這個深層睡眠的時間變少或中斷 睡眠頻率當然不好 那你試過哪些方法來解決失眠的問題 我試過方法可多了 簡單來說啦 我試過睡前喝牛奶 這個大家都有試過對不對 吃芝麻 當然也有使用過安眠藥 其實真的很有效 我不得不說 現在還需要吃安眠藥嗎 現在比較不需要了啦 我有去正視到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說發現了這個吃藥 會帶來不是那麼好的效果嘛 比如說你隔天的記憶力 可能也不會那麼好 然後你可能很難專注 甚至在對話當中 你會變得很慢很慢 所以有些人都會說 吃了這個安眠藥是不可以開車 或者是操作一些危險的機具 那其實我也發現這個吃藥 不是長期的一個方式啦 那我開始吃藥的話 恐怕只會以後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上癮 對啊 所以我就想辦法把吃安眠藥 這件事情戒掉 那我就嘗試做運動 然後飲食清淡 睡覺的時候不要吃太飽 你就可以減少一些身體的負擔 我覺得就有滿明顯的效果 自己有意識到問題進行調整 我覺得這是 對 好的開始 這也是告訴大家 像Danny這樣的例子 失眠吃安眠藥不一定是唯一的選擇 對啊 但是像這個心理的問題 就比較沒有辦法解決了 像我就嘗試過看影片 學習冥想 但其實沒有什麼太好的效果啦 那就要好好來向婷筠姐請教請教 其實讓心靜下來 對現代人的確挺挑戰的 是 但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們的大腦就像一台電腦 你開了很多視窗 然後我們的心又像猴子一樣 天天活蹦亂跳 對啊 那長時間下來 就是身心效能就會越來越低 然後非常的累 失眠可以想像成大腦不停高速運轉 完全沒有休息 然後就當機卡在那裡 然後這時候需要靜心 來讓大腦重置 reset這個電腦 這個我可以理解啦 不過有時候大腦思緒一湧上來 就覺得好煩躁喔 這個做不好 那個也做不好 長久下來真的會影響到很多層面 我更好奇的是 該怎麼把這個心靜下來 靜心冥想 現在在全世界風情 不是沒有原因喔 很多科學家研究都證明 靜心冥想可以在大腦 創造一個新的神經迴路 讓你能夠用更平靜的心 自在面對生活的挑戰 冥想要幾個步驟 大家可以試看看 首先你要全然接納 你現在當下的狀態 就是 這個太難了啦 對 其實真的不容易 不管現在你的生活情緒 還有心情好壞 先接受它 然後透過均勻緩慢 平順的呼吸 讓身心回到平衡的狀態 就是說要接受每一個時期 每一個狀態的自己就是了 這聽起來好像是認識自己的過程 對啊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的痛苦跟衝突 都來自不願意接受現狀 包括自己和內在和外在的現狀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過錯都怪在別人 身上這樣 都是別人錯都跟我沒有關係 但進行冥想 是要你回來接納自己 然後面對自己 但不是批判 而是溫柔開放 接受自己現在的處境和狀態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可以正視那些 我們內在的痛苦和衝突 然後拉出一個空間來 讓自己成為一個觀察者 就像看電影一樣 就看著自己的情緒 然後來慢慢地處理你 就是心情 消化他 對 但我試過冥想的話 總是想不出一些東西 應該說腦中思緒還是很亂 沒有辦法好好的 像你剛剛講的這個心如止水 那個樣子 這該怎麼做啊 就是要練習 我覺得呼吸是身體跟心理 一個連接的很好的工具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從 關注你的呼吸開始 例如你要是平常有兩分鐘的時間 你就安靜下來 觀察自己的呼吸 吐氣的時候 你可以數著一 吸氣的時候數著二 然後每天兩分鐘的時間 然後你就會發現 就是你的身心可以慢慢地平靜下來 緩和下來這樣 對 內在的衝突跟痛苦 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晚上就會睡得好 對耶 失眠的問題就會解決一半 但一次冥想 你說大概是只要兩分鐘對不對 不用太長 因為兩分鐘的時間 但是每天很多次 然後把注意力 專注在呼吸上面 那長久下來 其實你每天多練習幾次 就會發現 它就會產生效果 好 我先來試試看好了 希望我真的有放鬆的感覺 也要好好記一下這個感覺才可以 我想解決內心的困擾之後 就能夠好好的放鬆 睡一個好覺了 失眠是身心壓力呈現的症狀 如果想根本理解或解決失眠的問題的話 不妨調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誠實勇敢面對自己身心壓力的根源 讓我們一起把造成失眠的炸彈拆掉 好好享受睡眠吧 對我來說睡得好 什麼都好 開箱完今天的失眠 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覺吧 解決失眠的辦法有很多種 最重要的是 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 希望大家都能一夜好眠喔 要來問問大家囉 你有失眠的經驗嗎 還是你就是 慢性失眠的患者呢 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者你已經找到 解決失眠的辦法 也要跟我們好好交流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內容 記得按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